需要的這個題目 題目裡面要求做出來的欠面類似像這樣子 計算你的BMI BMI值 裡面需要哪些要求 題目的部分呢是在那個第四支幾頁 四支 111頁 411 稍微看一下 他主要要我們做到哪些動作 那首先的話呢 他這個題目比較重要的部分在這裡 在Activity 那Activity我講過 Activity其實基本上就是那個 Android的一個基本單位有點像一個網頁 那網頁 Activity 跟那個 另外一個Activity 之間呢 要做資料的溝通的話呢 那必須用Intense 所以這一題的話就考你會不會用Intense 也就是說這個 畫面呢 做完畢之後 他會切換到另外一個 Activity 另外一個頁面 也就兩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切換過來之後的話 也要再切回來 回上一頁 那 跟那個網頁之間的 傳遞 有點類似 那有點類似 其實Intense 裡面就有一個叫 Bundle的 一個 一個 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呢 其實 觀念上 如果各位有寫過 像那個 ASP 或者ASP 單內層 或者是PHP 裡面就會叫 Session物件 有沒有 Session物件不知道 各位知不知道 網頁跟網頁之間傳遞 比如說我們把這個訊息 傳遞到下一個網頁的話 那之間 必須有個溝通的媒介 那Intense 實際上就是做這個 這個動作 做這個動作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 第一個 界面的設計 我講過嘛 界面設計呢 大概就佔一半的分數了 所以界面要把它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的話呢 然後兩個之間呢 要可以 做一個 那裡面有 有些元件他也講 Radio Button 有兩個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那必須先給他一個 Radio Group 才可以 否則的話 兩邊 不能夠 就是說呢 單選 會變成多選 這題目裡面也有要求到 再來就是說呢 要能夠切換 切換過來 輸入之後的話 切換過來 那有個工字 比如說男生的標準 是介於20到25 女生的話是18到22 18到22 這個有個標準 那要必須要有一些 文字會秀出來 比如說呢 這個地方有什麼 您該 多吃一點 不要太瘦 比較 然後呢 體型很棒 或者您該少吃一點 或多運動 那這邊的話呢 我想把這個結果 我讓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第一個 建立 這個界面 再來的話呢 輸入文字 輸入這個數字 特別注意喔 這裡的話呢 必須可以輸入 小數點 而且呢 身高 特別注意 他這邊呢 很容易搞混 就是說 他的身高 是以 m公尺為單位 而不是以 cm為單位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然後呢 輸入之後的話呢 我們這邊 記得要輸入 比如說 175的話 就1.75 一定要能夠 0.75 然後呢 再來的話 直接 體重的話 輸入比如說 75 然後最後的話 跳開 按個計算 按計算的話 特別注意喔 他不是在原來的 這個 這個頁面 而是跳到另外 Activity 所以按計算 跳過去了 有沒有 跳過去了 然後呢 會把BMI 結果出來 結果的話呢 是24.49 然後呢 你應該少吃點 那我應該 錯了 應該上葉一下 回到上葉 應該是男生 這是我的身高 我的體重 再一次 計算 體型很棒喔 那應該 這樣才是正確 因為如果用 女生的標準的話 那這樣 75公斤 配合175的話 那應該 算有點胖 不過男生的話 當然要肉多一點 比較安全感 那這邊的話 按回上葉 主要是這個地方 那這一題呢 比前一題還來得更難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必須要透過 Intent 去做切換 所以首先的話 第一個 當然我們 跟上一題一樣 請你先在這個地方 先練習系統的地方 操作練習題 然後呢 在這裡 輸入 104 輸入104 然後產生練習題 再把 產生練習題的部分呢 再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新的專案 建立開啟 104 建立開啟 那如果說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假如說你今天 你的專案還在開啟的話 可能會有剛剛的問題 那開啟104 104 再來的話 一樣的方式 新建 Android Project 反正就發 那上面的方式名稱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剛剛叫GDD01 可是每次 D類都叫GDD01 這樣子會衝突 建議你是直接乾脆 練習的時候你乾脆給他提號就好 104 然後他的Source的話 位置在 在這個 C點底下 這個 沒出來 應該是剛剛 我這個專案檔還沒關閉 所以他 他會鎖住 這裡的話我想你們先試著把那個